屏住呼吸 等待這一秒的降臨 每一次球鞋摩擦地板的聲音 都會讓我感到興奮 籃球讓我成為了自己 15歲時那年 我偶然在電視裡 看見了一場比賽 他深深觸動了我 自那時期 我開始接觸籃球 體育運動向來都是童子宮 起步擺 意味著我要比別人付出更多 我夜以繼日的加練 重複 重複 又重複 兩米一個身高 讓我成為了隊伍裡的大中風 終於 在我17歲那年 我拿到了西安世紀聯賽的冠軍 很快 被CBA青年隊的教練發現 我迎來了青春的巔峰 青春總有遺憾 我也不例外 一次學校的比賽 讓我腰部受傷 導致我與職業籃球無緣了 可是夢想不能暫停 永不言氣是籃球教會我的 我現在希望通過籃球 教會別人 成為籃球教練 來為籃球事業 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籃球之外的我 在生活裡 是個很注重細節的人 從小的獨立生活 也讓我擁有了很強的自理能力 房間裡不能忍受雜亂 衣服要一件一件疊好 我還是個很念舊的人 我的第一雙球鞋可以收十年 一張張電影票可以收到沒有墨水 雖然很多人說我長了一張 摄人烏尖的臉 但其實我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吃貨 我的胃口比一般人也大得多 朋友們從來不怕菜會點多 有多少我都能吃了吧 因為愛吃 我也開了一家餐廳 作為一名地道的喜愛人 要抓住你的心 必須先要抓住你的胃 要饿舍 涼皮 泡沫 肉甲沫 自己力量吃底 要不 怎麼能叫碳水之都呢 7號 男嘉賓您好 您好 您說您是一個非常喜歡家裡 經常去整潔 那我有一個習慣 就是把這個衣服它掛起來 或者說散在這個屋子裡面 那您覺得如果說 另一半跟您生活的習慣不太一樣的話 您會怎麼去處理 這個我覺得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 都可以理解 可以去用我帶動它 比如說一點一點去養成 也不是說非常整潔 就是只要看著舒服就可以了 那您會幫女孩子疊衣服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男朋友該做的事情 好 16號 您好 男嘉賓 您好 就是我在威斯拉里看到你是一個十足的吃貨 但是其實我對吃的沒有什麼興趣 如果你未來的女朋友 在你很喜歡一個食物 你吃得很開心 然後要吃很多 但是她 我吃飽了 我靜靜地看著你吃 你會不會很掃興這種 我覺得就是吃飯這個東西主要圖一個這種氛圍 比如說氛圍好 大家聚在一起很開心就能吃很多 是 如果你來西安的話 我一定先帶你去那種煙火氣比較濃的地方 先讓你感受一下鮮這種美食文化 然後讓你一點點去品嘗 如果說你有比較喜歡吃的 你就會敞開胃口地吃 王子晶 你好 男嘉賓 你好 剛才你們說到吃的問題 就是我是屬於那種 無論人多人少 好像影響不到我的食慾的 就是我曾經吃的最多的一次 就是那種蓋膠飯 我吃了兩大碗 整整兩份 當時那個阿姨說 好像有七八兩的米飯 然後平時我自己吃榴槤 我能一次性 就一口氣的 我能吃兩個榴槤 有點厲害 吃這個問題我覺得就是 我自己開心特別重要 等一會兒 你七八兩米飯是吧 一頓炫完的 有沒有超過它的 2號 我吃的最多的一次就是在西安 我小的時候很瘦 我特別不愛吃飯 結果在我們去西安的路上 然後那個車迷路了 我們大概有七八個小時 沒有進食 然後一到西安 我們吃了四碗羊肉泡膜 我爸就說要是長不高 就把我送到西安去 那你這個食量跟我不相生下